也没有那么顺 差点砸锅 什么意思啊 你们猜我刚刚遇见谁了 Vivienne 这个女龙头 她怎么会在这儿 也是来赌郑总的 她也莫名其妙被淘汰了 一听说我是竞争对象 这女人立刻加香代棒人潮热讽 反正说我们百搏 实书无名草胎班子 郑婉英最讨厌这种 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 算错了她 是啊 刚见面郑总脸色 就不太好看 还好郑总最后选择我们 给我们一个适用机会 你们不知道 我当时心情 就跟坐过山车似的 可是郑婉英 这么容易就松口 我总觉得大总 你们还有什么门道 不管怎么样 咱已经打败他们了 对不对 对 原来是这样啊 卑婉 我说呢 郑婉英怎么会蠢到选你们 原来百搏背后 有你在这儿撑腰 你要干什么呀 我告诉你啊 现在我可不怕你了 你也在啊 百搏可真是垃圾回收站啊 也是 垃圾就应该跟垃圾待在一起 我真的很替郑总担心 不过也没关系 你是大龙的千金 就算你把大龙折腾到散架了 你那有钱的老爸也承受得起 卑婉 你见过什么叫丧家之犬吗 就是你现在这样 打输了还要让着全世界都知道 可笑至极 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不就仗着你什么 因为我是大龙集团董事长的女儿 你觉得我会赢是因为我的身份对吗 那好 我告诉你 我跟百搏的关系没有人知道 你现在已经赢了 你当然说什么都可以了 如果大龙知道百搏背后是我 那为什么百搏会跟方达一样被淘汰 为什么孙苗姐要去赌政总 为什么我要站在这儿跟你废话 贝勒 出来竞争大家各凭本事 你对候选人的背景没有足够的了解 造成了失误 输不丢人 再至少给自己留点颜面 我告诉你 灵窝 你不要太过分了 你让我成了业内人的笑柄 这笔账我还没跟你算呢 到底是谁让谁成为笑柄 你不要在这儿颠倒是非黑白行吗 你 再说一遍 我不怕竞争 再来一次 我照样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行 竞争为什么不通知我 怕你出手呗 我总得学着自己一个人走走路 那可不行 忙了这么久 总算有时间陪我逛街了 不行 还不行 你没听孙苗姐说吗 现在只是在试用 张总签了个线 把一家投资公司介绍给她摆布 我还得写方案呢 还有就是得想办法 再拿出点活动资金 再拉点投资 其实吧 不行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 你一个眼神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 不能要你的钱 我可拿不出这么多运转资金 但是呢 我可以帮百搏找到靠谱的投资人 可是 这是孙苗衍的做 而且我相信他已经在运作了 但是 多个人嘛 就多一份力量 听我 我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 但是呢 书业有专攻 我是一个投资人 也是你男朋友 推荐那些有前景的项目 这本来就是我的本职工作 你有价值 百搏也有价值 那就不要忘自费的 谢谢 现在有时间陪我约会了吗 不行 公是公 私是私 为了对得起你的眼光 我要更加努力才行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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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